提案說明一下,我也請秘書長一下 請林秘書長 本席所提莫拉克重建條例 能夠在將來比照921大地震的 這個條例能夠引以適用 為什麼這樣 秘書長剛剛有在提到你們的執行力怎麼樣 當然我們要求,國會要求就是說執行力能夠提高 但是問題整個執行力也偏低啦 那偏低當中裡面 我們也要求好不容易這個特別條例通過了 特別預算也偏啦 那特別預算偏了 那將來你不敢保證未來還有什麼多大的災難 那所以 有這個條例所引用,有預算所用 所以能夠來比照 過去921裡面的一個情況 把那個921當年所發生的一些災難 或是在隔年裡面 全部都適用來辦理 秘書長您對 我聽說行政單位對這個很妨礙 特別跟你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特別條例的總預算是1164億 那麼現在已經分配掉1092億 就幾條開開開開差不多啊 所以它事實上 不可能把這個錢再弄到莫拉庫以外的災機 就會排到系統到現在都還沒發包呢 還在刀口上 都 那預算已經都分配了 那你總是執行裡面有結疑 有那個發包 有啦 這邊的 剛才也報告得很清楚 這邊的執行率 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幾 那現在基本上的理念是這樣 基本上理念說 因為它這個經費一定要優先 在我們莫拉庫去不再去用 那你還擁立莫拉庫以外的這個災害 擁到莫拉庫以外的災在去啊 那這個錢呢就會排擠到莫拉庫的建設 所以我們 秘書長 你不要這個變成轉移焦點 我們是莫拉庫條例當一中引用以莫拉庫為主 只是說它有結餘或是剩餘的那個人 引用這個條例 不是要去排擠莫拉庫的這個重建預算 為什麼九二一地震的時候 它九二一重建條例裡面 第七十四條之一 也是有這樣 然後引造災害防救法等等 都可以這樣做 那為什麼莫拉庫不能這樣做 民收預算已經已經編列完畢了 已經在執行已經大概高達九成幾了 好但是我們沒看到細目 但而且 這預算裡面也應該會有絕餘吧 也應該會有剩餘吧 我把細目提供給你 因為它這部分它還有缺口 還有缺口 還有缺口 那還要再追加囉 會缺口不是追加 它會進到我們的正常公務預算來這個移注 如果這沒有再增加 就變成排擠原來的公務預算 我們會公務預算去移注 因為它這個一樣 它這個條例 你公務預算 你錢怎麼來 公務預算當然是由我們的這個 那你原來公務預算裡面有執行科目的項目裡面 就被排擠掉啦 不會不會 怎麼不會 因為它現在大部分 它剩下幾十億的缺口 這個幾十億的缺口 當然會回歸到 購購指管機關 這個也是條例裡面的規定 立書長 這也是條例裡面的規定 你們網 這個字路網文的是 你認為這樣錢把它消化掉就好了 還有很多還沒重建啦 你比如說屏東的 你比如說那個原來自來水 那個永久屋的自來水 還好是重建委員會有協調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有了你們重建委員會 那個自來水公司要逼屏東縣政府去繳錢 哪有天下有這一回事 所以 只有很多還有後續是還沒完成的 民主黨我們認為你們現階段 不是再三去歌功頌頭 我們沒有去要求怎麼樣 只是說 它是一個延續性的 有可能在各部會 你們可能要停下來檢討 各部會整個一個執行狀況 結衣的情況怎麼樣 不足的 剛好有這個條例可以再引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啊 也是一個精神所在 而不是說 我把這個比例分配完就完了 不是不是 那這個 我們要負責這個都導 負責監督 負責協調 負責推動 大部分我們都會全力去做 你也可以看到我們整個 莫拉克這個 我們重建會 事實上在這段期間 大家 主要在災區 主要在山地 在任何地方都會看到我們 是全力在協調推動 不會說分配了 民主黨 您剛剛說 可以給我明細 那我們希望你寫得清楚是 他的發包力 執行力 不是只有發包而已喔 會 進度到哪裡 給我們明細 那如果說 沒有達到你剛剛講的 那怎麼辦 都會認真在做 都會認真 總是要有人 有人沒有執行不利 對於這 災害特別重慶條例 他們都已經盡全力 要做行政處理啊 都會盡全力 不是 不是只有盡全力 當然 你本人要講盡全力 那問題 執行力怎麼偏低啊 執行力沒有偏低啊 你細目讓我們看嘛 沒有啦 我得到的資料 就是這樣嘛 他要九十幾趟的第四幕 九十幾趟 那爛魚沖樹的 到底要九十幾趟 那大家都中了 這一點齁 我們還是希望說 因為主持站起來 我時間到了啊 我們還是希望這個能夠延續 謝謝 謝謝